好 诸位知识 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禅修 修纸观 纸观的法门是在阴地上用功 阴地上用功就是要在心上用功 纸跟观是修行的法门 这修行的法门可以带我们到果上的解脱 纸就是停止 止息 观就是观察 观照 停止的是我们动乱的心 妄想的心 想要动的心 要把它歇下来 所以我们说狂心顿歇 歇集菩提 其实菩提心是本具的 可是我们有烦恼 看不到自己的本具的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借由止观的法门 在阴地上 在禁修的这个期间当中 能够把心歇止下来 心歇止下来得到的果就是解脱 所以我们借由观察我们的心 观照我们的心 可以让我们得智慧 在修止跟观的过程当中 不仅能够把心平静下来 我们心在清明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我们对种种的事物 有更加的了解 观察更细微 在观察外在 观察我们的色跟心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还是在照顾这一念心 所以借由止观达到定悔 那我们今天要修的止观的法门 就是要去观我们的呼吸 这观呼吸不是只有静静地 看着我们的呼吸 而是要去观察 去理解 去了解我们这个呼吸 跟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的心的生命的 切身的关系在哪里 所以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练习的 就是去了解 呼吸的本质是什么 呼吸的特性是什么 这呼吸就是 入息跟出息 所以我们在观察 我们的呼吸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加了解 自己的心 的起 跟心 的用 还有心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在修止观 有能观的心 跟所观的静 那所观的静有很多 不外乎就是色跟心 色有内色 有外色 外色就是外在的一切 形形色色 所有的事物 山河大地 外在的一些动作等等都算 那内色就是我们的色身 这色身的内色 又可以分为色身 跟我们的气息 所以气息也算是我们的色身的一部分 那因此我们今天在这边观照呼吸 其实也是在观照我们的身 在身上用功 那身是我们的所观静 心是能观的 所以从能观跟所观的当中 能够把心静下来 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如的境界 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练习 就是去看 我这个呼吸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观察呼吸 在佛教当中 有所谓的熟悉观 还有关系 这呼吸 跟我们 是非常的紧密的 人没有呼吸 一口气不来 命就没了 我们要的不是只有色身的生命 还有我们心的真生命 这个菩提自信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藉由观照我们的呼吸 我们就可以反观我们的清明的心 反观我们本具的空甲中的三地的这个心 所以在修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去分析 这呼吸 是不是永远存在的 这呼吸 是不是长久不变的 所以我们去观察 其实这个呼吸也是空性 也是因缘和合 当我们在看这个所谓的空性的时候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去看待它 这呼吸 它没有常 也不是一 也没有主人 也没办法 完全载质 所以从长 一 主 载 这四个方面 我们来看我们的呼吸 长就是恒长 就是不变 没有任何的变化 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办法改变 那一就是一定 决定 或者 一贯 一向都如此 主 就是主人 载 就是控制 载质 所以我们想一下 呼吸 是不是永远 恒长 不变的 我们如果在走路的时候 呼吸的速度 跟在跑步的时候的速度 就呼吸 快 跟慢 是不一样的 还有 呼吸的时候 有时候 没有声音 有时候 又有一点杂音 有时候 呼吸 非常的柔顺 有时候 呼吸 又是 非常的粗糙 甚至会有 呼吸 不顺 的情形 甚至 还有 呼吸 停滞 那有时候 我们呼吸 又觉得 非常的凉 有时候 觉得 呼吸 好像 有点热 就看我们 现在的环境 有冷气的时候 会觉得 呼吸 比较 凉 一点 可是 如果 慢慢的 打坐 坐久了 觉得 热了 心 比较细了 你就会 发现 呼吸 的温度 又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呼吸 不管就 它的长短 粗细 快慢 或者其他的 种种特质 来看待它 它永远 都是会变化的 不是固定 一成不变的 还有 我们人活着 就是有呼吸 一旦 我们的性命 终了 这呼吸 就停止了 平常 我们把呼吸 当成是 非常自然 很平常的事情 可是 真的 出息 不保 入息 入息 不保 出息 有一次 佛陀 跟他的弟子 在 谈论 修行 他的弟子 就跟佛陀 报告说 佛陀 如来 我懂得 怎么样 修 思想观 思想 就是去 观察 死亡 观察 我们的 生命 终了 那佛就 问他 你怎么 修 死 想观 他说 我就是 告诉自己 我这个 命啊 可能 活不过 一年 佛跟他说 你这样子的 修 死 想观 一点都 不经济 非常的 不经济 这是 很放逸的 修行 另外一个 比丘 就说 我就观察 我的性命 可能活不过 几个月而已 佛就说 这样也一样 不够经济 其他的 比丘 说 性命 可能只有 几个礼拜 就终了了 有的人说 九天 八天 七天 甚至 还有人说 一天 性命 可能就没了 我今天 还活着 难保 我明天 也还活着 佛说 你们的修行 都不够经济 有人说 可能一顿饭 性命就没了 现在吃了早餐 午餐 还能不能 吃得到 还不一定呢 佛说 这还是不够经济 最后一个 比丘说 出席 不饱入席 入席 不饱出席 这就是我 修死想观的 把心 提起来的方法 佛就说 这真的 就是 精进的 修习 所以从这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 在佛教里头 讲呼吸的 这样子的 一个修行法门 是这么的重要 因为 一口气不来 性命都没了 色身的生命 没了 心上要用功 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 借由观察 呼吸的 无常 来提醒自己 要精进 要用功 要不放异 所以今天 在这边 禅修 这几个小时 的时间 就是把 这个 静静的心 提起来 告诉自己 呼吸 一瞬间 可能就没了 就停止了 不要把 呼吸 当成是一种 常态 一种 一定会 持续下去的 事情 除了常 我们还可以观察 呼吸 非一 呼吸不仅 非常 也非一 一就是一定 呼吸 不见得 一定都是 这么的愉快 呼吸 也不见得 一定都是 纯粹的 没有杂染的 我们觉得 我们呼吸的 吸进来 是氧气 吐出去 是二氧化碳 实际上 吸进来的 不见得 是纯粹的氧 吐出去的 也不是完全 都是二氧化碳 它是有混杂 不同的 空气的 甚至 呼吸的时候 会闻到一些香味 或者闻到 污染的 空气的味道 闻到 这个空当中的 湿气 也是有可能 所以 呼吸 不是一向 一定是怎么样 还有 这个呼吸 我们在这里 这么多人 一起用功 我吸进来的 空气 吐出去 可能刚好是 另外一个人 吸进去的 空气 所以在我们 在呼吸的 过程当中 我们跟 身边的人 我们的呼吸 是互相交流的 我跟身边的人 不是决断的 分隔两个 不同的人 看起来 像两个 不同的人 可是空气 在流动当中 我跟其他的人 就产生了关系 我跟其他的植物 跟身边的这些 像我们这边 有花等等 这个 我们跟花 它在制造的 这些氧气 我们吸进来 然后吐出去 跟户外的 这些空气 甚至 户外的车子 排出的废气 等等 全世界的空气 在对流 所有的众生 还有植物 在形光和作用 所以我们跟 这世间的 有情物 跟无情物 都有紧密的 相关联的 这个关系在 所以借由 这个呼吸 我们就可以知道 怎么从 我们跟众生 一分为二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永远 都是在交流当中 都是在流动当中 所以从这当中 我们就可以生起一个感恩心 如果没有空气 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 也感恩所有世间的 一切生物 跟我们 能够产生这样一个 紧密连结的互联网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生生不息 用不同的生命 在这世间 有不同的存在 不同的价值 现在我是人 以后我可能变成 另外一种生命 不断的在这里 交流 变化 但是这些 轮回的是色身 改变的是 外在的身和大地 可是我们 能够观的这个心 这菩提自信 是永远 不会有所改变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 非常跟非一的 过程当中 去看到 另外一个常 就是我们能观的 这个真心 所以除了看 我们的呼吸 非常 非一 也非主 主就是主人 我们可以从 四个方面来看 为什么 叫做 没有主人 主 可以一个是 创造主 一个是 拥有主 还有自在主 以及不动主 创造主 就是有的人以为 像我们是 大饭天王所生 或者上帝所创造 可是实际上不是 每一个人来到 这世间 都有他的业力因缘 或者成着他的 愿力因缘 来到这世间 我们不是 大饭天所造的 也不是上帝 所造的 这呼吸本身 也不是呼吸 自己创造 自己呼吸 那我的色身 跟我这个人 跟我的呼吸的关系 也不是我去创造 我的呼吸 呼吸没有一个主人 那我拥有这个呼吸吗 也不见得 我想要怎么样的呼吸 我可能没有办法 完全拥有它 这个色身 想要什么时候 结束 我都没有办法掌握呢 我怎么可能 拥有这个呼吸 呼吸 也不是完全的自在 我想要深的呼吸的时候 它不见得 可以吸得非常深 所以有的人在练习 这个腹式呼吸 觉得好像蛮困难的 那或者 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告诉自己 要安安静静的 不要打呼 可是还是有可能 打呼的声音 或者呼吸 有一些微弱的杂音 这些都是 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个就是第四个 飞载的部分 没有长衣主宰的载 但是为什么飞载 因为我们根本 不是这呼吸的主人 所以我们根本 就没有办法控制它 那因为我们的呼吸 是一种流动 它永远在动态 很难静下来 除非我们修行 到一定的层次 这呼吸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四有四无 那么才能够 接近不动的状态 不然我们一定 都是在动当中 我们的呼吸 飞长 飞主 飞一 也飞载 没有办法控制 自己的呼吸 像有的人生了病 可能需要 呼吸气的帮助 这时候自己 对自己的呼吸 这件事情 根本就没有 完全掌控 还有 我们刚刚讲到 飞一 呼吸 它一定是好的吗 它一定是我喜欢的吗 我们想要这个色身 众生都有贪生 怕死的特性存在 可是如果 想想我现在生了重病 我全身都不能动了 只想剩下可以呼吸 这一件事 这时候我还会觉得 呼吸是我想要的 是我很在乎的吗 或者 我现在很想要活下去 可是呼吸的能力 越来越微弱了 这根本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那么我的心 会不会慌张 从分析这个 没有长衣主宰 这四个特性 来看我们的呼吸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了解到 呼吸本身 就是一个元启法 本身就是一个 因缘的一个法则 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 在看我们 借由呼吸 跟其他的众生 跟其他外在的 身和大地的 关系当中 却看我们跟着 世间的一个关系 这是紧密的 互聚的关系 从这里 我们能够产生感恩心 也从呼吸 不是恒常不变的 这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提起 精进用功 想要解脱的心 也从呼吸 没有主 没有宰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学习 看事情 不能只有 从一面来看待它 该提起的时候 提起 该放下的时候 就放下 所以借由 观察我们自己的呼吸 提起我们的 精进心 提起感恩心 提起这个 无常的心 来策立自己 更要反观 要回到了解 我们有不变的 菩提心 呼吸 是生灭法 所以它会变化 所以它会变化 呼吸也是物质 可是我们的菩提心 不能用直跟量 来衡量它 所以这个菩提心 是不生不灭的菩提心 所以借由提起 不生不灭的菩提心 来反观制造 我们这个会生灭的 呼吸的一个境界 这个就是在练习 指跟观 所以借由思维 心能够慢慢的 静下来 只专注在 呼吸的境界上 只专注在 所思维 所观察的 这个呼吸的 种种特性上面 所以借由指观 我们就能够知道 把心静下来 打到顶 让心更加的清明 能够增加慧解 从这过程当中 看看自己 烦恼在哪里 妄想在哪里 我对我的呼吸 有没有执着 那我对我的生命 有没有执着 所以在分析的 过程当中 希望我们的心 能够越来越清明 烦恼能够 越来越薄弱 心能够 越来越静 能够达到 自在跟解脱 所以呼吸本身 不是主人 也没有办法 主宰他自己 可是我们的菩提心 就是我们 最真实的主人 也可以让我们 能够掌握到 这个清静的心 慢慢的学习 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能够达到 自在不动的过程 那希望在今天 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支箱 都是不断的反观 自己的呼吸 把呼吸当成 是锁关键 出息 入息 在呼吸的时候 吸一口气 它可能会有停止 然后再转换成吐气 再停止 再转换成吸气 这不断的过程当中 不断变化的 呼吸的节奏 不变的是我们的真心 不变的 不动的 是我们能观照的真心 所以在观察 这个呼吸过程之后 把思维的心 越来越成名 静下来了以后 就不要再观了 不再观 就恢复到 平静的心 保持不动 保持正面 所以思维过后 就保持不动 可是保持不动 没有办法那么容易 可能又会打了妄想 或者有一点昏沉了 这时候可以用 关照我们的呼吸 就是把心 这个专注力 放在鼻尖上 去观察 自己的呼吸的 静跟粗 吸气跟吐气 让自己的心 更歇止 把烦恼降服下来 把动乱的心 止息下来 这个就是回忽用功 所以我们借由 这个思维观 修这个止观的法门 希望能够达到定 能够达到会 把心静下来 回复到不生不灭 不动不思维的心 一旦心又开始动起来 就再提起这个观法 或者把心专注在鼻尖 然后去关注到 这个呼吸的静跟粗 不要有任何的想法 所以烦恼来 妄想来 不理它 随它去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慢慢练习的 关照的法门 把心定下来 静下来 就能够回到菩提自信之家 大众继续用功 就能够回到菩提自信之家